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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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路講 那今天又是上班族午餐系列 那因為是遠去上班的關係 現在大家都不在 只有我自己一個人 那要去吃午餐 今天要帶大家去吃的這家午餐呢 是我們同事非常常去的一家店 因為它離我們公司非常的近 然後東西又非常的好吃 所以我們非常喜歡去那裡吃飯聊天 那我們就走吧 今天要介紹給大家的店家是 Yipsilon Aoyama店 晚上販賣各式各樣的酒類和義大利料理 食材都很講究 尤其是鮮魚都是從富山灣直種的 中午下午販賣 價格很親民的五間定食 店的整體氣氛非常舒服 是我和同事平常非常常來的店喔 我現在已經進來餐廳 給大家看一下菜單 有分成主食 甜點 還有飲料 跟酒 那我們同事呢 每次來這裡都會吃食物 他們食物呢 一定會有一個Pasta 義大利麵 然後還有四種主菜 我之前在我的Instagram有說過 就是我們點了一家超多卡塔卡納的店 就是這一家 結果後來跟我們同事聊天 我們同事也說 看這個菜單很難懂 應該要看店家外面的招牌 上面有照片 看照片比較知道說要點什麼 那今天菜的部分呢 有燻雞高麗菜 番茄義大利麵 然後還有白酒蒸鯛魚 佐 這個奶油 不知道是什麼醬 我是點這個 想說沒吃過 吃吃看 然後還有薑燒豬肉 炸雞胸佐 茄子醬 我不知道我現在是亂翻的 酪雞牛牛排 這個超好吃 可是因為它的份量比較大 我今天沒有很餓 所以我就沒有點這個 那全部呢 都是可以選擇 要配六股米飯 還是要配麵包 因為我今天沒有很餓 所以我就是配麵包 然後可以點SETTOKOS 價錢的話就差不多這樣子 牛排的話比較貴是1500日圓 其他都是1200日圓 然後還可以另外點SETT 今天的義大利麵半份 再搭配上面都一樣主菜 如果點牛排的話會加300日圓 再加甜點跟飲料總共是2000日圓 也可以另外跟主持一起點飲料 就比較便宜 然後是甜點 甜點的話我沒有點過 但是我們同事說還蠻好吃的 這一家我們非常常來 裝飾跟同事來 就至少來了四五次 然後有一次社長跟我們還有別的公司 跟我們開會 社長也喜歡這家產品 因為真的很近又方便 然後又蠻好吃的 我今天點下一個來的給大家看 首先是我點的副餐麵包 他們家麵包超好吃的 而且是剛烤好的喔 還很燙 然後這個是我點的雕 跟貝類 不知道什麼醬 感覺很好吃 他們這邊的店幾乎都不會雷 都很好吃 吃飯之前呢 他們有提供這個紙 可以墊在腳這邊 就比較不怕衣服會弄髒 如果實力掉下來放 首先我現在吃他們的馬鈴薯沙拉 他們的馬鈴薯沙拉超好吃 我第一次吃到的時候很感動 就是這個味道 我第一次來這家餐廳的時候也是 非常滿味道 然後覺得蠻好吃的 只是那個時候沒有吃食物 那時候是喝飲料 也覺得這家餐廳的氛圍還不錯 然後結果之後才知道原來他們超常來 他們後來就 也很常帶我直接吃飯 嗯 這個貝類是不是海瓜子啊 海藻奶油醬 類似綠色的奶油醬 好吃耶 接下來吃一下魚 好嫩喔 如果大家來這附近吃飯來吃這家餐廳的話 是不是都可以遇到我們公司的人 這家餐廳好嫩喔 其實之前啊 跟同事還會去吃拉麵啊 什麼吃一大堆東西 可是 跟同事一起拍片覺得蠻害羞的 因為自己一個人對著鏡頭這樣一直講話嘛 可是幾乎都是以我一個人為主耶 可是大家想要看我跟同事怎麼辦 然後吃麵包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到個年紀之後啊 喜歡吃的東西可能改變 我是到這一兩年之後變得非常愛吃麵包 以前是幾乎不太吃的 現在就變得很喜歡 嗯 超好吃的 這一家我還吃過他們的醬燒豬肉 也蠻好吃的 肉非常的大塊 點那個醬燒豬肉是蠻害羞 因為它的肉很大塊會咬不斷 一直就要吃一大口這樣 就沒辦法吃很熟女 就知道我也要攪三道上班的人看到這些影片 有會去吃嗎 有去吃的話一定要跟我講 很濃稀 剛才看過外面有做餃子 下次可以外帶餃子的東西 因為我旁邊就是窗戶的關係啊 我幾乎都會坐在這個位置 邊看外面邊發呆 看走過去的人啊 看人家遛狗啊 嗯 很喜歡這個時間 第二塊麵包 這一塊是比較偏蓬鬆的 不然那一塊比較蠻 魚好好吃喔 小時候也是沒有到特別喜歡吃魚 但它都是變得蠻想吃的 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這個系列啊 我還有去別家店吃 可是因為實際上去的時候我覺得服務啊還有食物都沒有到什麼特別 然後不然開完幾天又刪掉了 還是有蠻多雷電 我一開始看Google評價的時候覺得還不錯 實際上去之後覺得就是很還好 所以還是要實際上去一次才會吃到 然後我們同事啊 他們吃完飯都一定會去買星巴克 一定喔 我很少買 大概五次一次吧 他們真的超愛喝咖啡 我都不好意思說我喜歡蘋果吃 這個午餐系列啊 就這樣一直更新下去 因為我們之後辦公室有可能會換地方 所以就要趁現在多吃一點這附近的美食 然後我朋友之前在表山道上的啊 他就給我了一整串清單 跟我說這些店都可以去吃 要全部拍成影片應該是有點困難啊 所以可能也會在貼文啊這些跟大家分享 紀錄一下這個歲數的我 我很有感的就是啊 這附近很多菜 不商量為主吧 之前我跟我們社長還有其他同事去吃飯的時候 他沒有挑的一家全部都是菜的店 我就想說我喜歡吃肉 可是還是吃了 完食 好我現在已經回到公司了 只有我一個人的公司 大家都沒有來 昨天比較多人來的時候我沒有來 因為還沒到一個小時的關係 現在還是我的休息時間 然後我們辦公室裡面還有放零食櫃 會有大家從各地帶回來的土產 我們公司有韓國人他們就帶這個給我們吃 這非常好吃 這個是蜂蜜口味的堅果 這個是芥末口味的堅果 這個超好吃 我這一次就迷上了 我不知道台灣買不買得到 但是有機會的話大家可以吃吃看 這個非常的好吃 好啊這個就是我今天的午餐影片 又是我一個人的午餐影片 這一家餐廳呢真的是我們非常常去的餐廳 價格當然說不是很便宜 可是又近又好吃 然後環境又不錯 非常的吸引我們 所以我們同事都非常常去 不知道下一集午餐要吃什麼 我來看一下我朋友給我的一整個清單 看要吃哪一家 我覺得還不錯可以推薦給大家 再看這個影片的你們大家 就這樣子看這個影片陪伴我的上班歲月 我差不多是一個月一集的頻率在出吧 所以出一集就代表一個月就過去了 天啊然後一年就12集 時間過得真快 那最後也跟大家講一下 我穿的這件衣服呢是我們公司的 我覺得它超可愛的 它這邊有剪一個缺口 可以露出一點點肌膚我覺得很好看 那也祝大家今天上班順利 上學順利 然後今天也是開心的一天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大家再見 掰掰 掰掰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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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